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日诵地藏经不错,经历两次医学奇迹 更有诸多不可思议的感应,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我接触佛法时间不长,也未曾经进,真正升起求生净土之心也就这两年 我和地藏经缘分应该是非常深厚 2012年第一次读诵经书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也不曾吃素,发心就是为了治好母亲严重失眠 第一次读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因为太长了,读了几天就放弃了 之后,冥冥中好像有什么指引我一路向上 开始喜欢去寺庙,继而对观世音菩萨生起很大信心 经常去庙里对住观世音菩萨像痛哭流涕 一次去寺庙里看到结缘的手抄本心经,请了一本回去,开始了抄经之路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四年了,抄了各种经书,自己也记不清多少了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争吵打骂的家庭 母亲脾气非常暴躁,和父亲每天吵架,三五天都会打架 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家属楼的大院里 他们经常半夜打架,我被吓得大哭,跑到院子里喊救命 所有的邻居都被吵醒起来劝架,母亲因为工作原因不停被调动 我的青少年期又在不停转学中度过 读了四个小学,两个初中,这一切造成了我极度没有安全感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长大,去外地念书 因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我非常叛逆 第一次对住镜子抽烟,第一次纹身,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嗑药 很多不良的第一次被我视为我要做我自己,我喜欢这样 2015年3月20日,我突然一夜之间吃素,神奇的是连抽烟也不想抽了 之所以突然,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头一天我吃肉抽烟还是很快乐的 到了第二天我根本就吃不下一口肉,抽不了一口烟,一直持续到现在 2016年2月的某一天,我瘫痪的父亲病重 双腿不能站立,之前能勉强搀扶行走 师父让我送地藏经回向给父亲 我就记得2月时候还是非常冷,过完年好像没多久 我从师父那里回家,一路上洞的发抖,但心里充满了希望 回家后我马上把父亲搀扶在佛堂前 自己跪在旁边拉着父亲的手,开始送地藏经 送到第四天时候,父亲突然能够站立起来 连帕金森症也消失了,之前是手抖得很厉害 吃饭也拿不稳勺子,为了检测父亲手抖的情况 当时做了各种实验,把花生拿给他包 让他拿住装满水的小鱼缸等等 父亲做得非常好,事实证明他的帕金森在三四天之内消失了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信心 那时就发愿送满十年地藏经共计3650步 当然我是按照一天一步的速度计算的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送最少一部地藏经 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 这期间,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没办法依稀说 2016年8月,我不知漫漫十年能否坚持下来 我开始在网络寻找共修地藏经的师兄 8月我找到了三位,9月找到了14位 10月增加到19位 一直到今天,我的地藏经共修群坚持了11个月 目前有57人,线下还有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佛友共修 下面说几件比较重大的事件 在这两年中应该是得到了地藏王菩萨的强烈加持 我对佛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慢慢有以前想求得金钱物质 一个好家庭,好夫君,一份好工作 到来生想为王臣女 到想求人天福报 到厌倦六道轮回 到现在的一心求生进土 2015年家里的老房子那片跳跃式拆迁 我们有一处40平米的房子被选中拆迁 政府赔偿130平的安置房给我们 本来以为这种房子不咋地 后来去一看 地点在我们这里距离第一中学两站路的位置 房子设计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几栋高层电梯房 几栋结构严谨的七层楼房 我的父母以前每个月都会去住院一次 自从我每天坚持送地藏经到现在 他们已经有一年半没住过院了 我的母亲受我影响 从一个斜肢斜肩的众生 进步到现在每天念佛 念归命法 他很多身体的疾病都不知不觉地消失 类似胃炎 喉咙增生 抑郁症 焦虑症 这对于他来说都是小病痛 还有更厉害的病后面会说 2017年5月25日 我在医院一次无意检查中 发现左腹部有一个4厘米乘以4厘米的囊肿 另外我有几年没有来立架了 检查发现宫颈粘合 医生说像石头一样硬 疯死了 也许有人要问几年没来立架 现在才去检查 对 说出来没人相信 还有我这样无知愚昧的人 我觉得不来立架很省事 是我母亲发现我的问题 硬逼我去检查的 5月28日左右 我做了麻醉手术 就像睡住了 身体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做了手术 听说几个医生轮流检查 都发现我的宫颈粘合程度无法想象 连最细的针都扎不进 当天我用了阔工和塞剂的药 第二天早上再去手术 5月29日早上 又一次静脉麻醉 手术失败 这一次我感到很严重了 医生让我去三甲医院 让专家会诊 看有没有办法打开宫颈 这期间 我每天去医院打点滴 6月2日复查腹部囊肿 还是没有变小的痕迹 第二次手术失败后 我就和母亲说 要去大理找一位隐居的医生 这位医生是一位师兄推荐给我的 我经常看他的视频 他祖上六代都是传统中医 治好了很多绝症 也是一位胎理素老人 他只给吃素的人看病 当时那个发心 就是希望能把母亲带过去 因为我母亲这个人 非常固执自我 他全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是正常的 全身病痛 据他说 他的头顶 每天就像有人用刀在戳 头晕到不能开步走路 严重失眠 还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 那时候就想 我自己能不能把病看好不重要 如果我母亲能够过去 他的病一定能治好 当时我就以我的病 威胁我母亲 让他陪我去大理 找这位隐居的徐大夫 一切都是因缘忌讳 很快我们就商量好 订了机票 几天后去到大理 我们6月5号到了大理 待了四五天 带了几包药就回来了 6月7号晚上 我们一起吃了徐大夫开的药 6月19号 我的药就服完了 6月21号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复查 还是那个医院那些医生 给我做B超检查 大概是换了两个人不听检查 我当时还是很紧张 担心自己是不是严重啊 为何检查那么久 换了几个医生 最后医生告诉我 囊肿不见了 消失了 短短十几天 如果说变小一点 还是有可能的 完全消失 就是一个医学奇迹了 因为我这个囊肿 是比较大的 这期间 从大理回来后 大概一个星期 我就感觉我的宫颈 联合打开了 这个感觉 不是生理感觉 而是心理上的感觉 凭着这个模糊的感觉 我请求医生 给我宫颈检查 当然 我被嘲笑了 因为他们坚决不相信 吃中药可以是我石头 一样封死的宫颈打开 但是我的囊肿 在短短半个月 凭空消失 也震撼了他们 不过他们说什么 也不给我做宫颈检查 并说 那是不可能打开的 什么大理的医生 不要被骗了 中医 呵呵 那是不可能 让你的宫颈打开的 不要和我说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建议你去三甲医院 一位主治医生 是我母亲的朋友 我把母亲约上一起 再一次去到医院 也许是我的真诚执着 我感动了她 也许是碍于母亲的面子 不管怎样 她答应了第二天 给我检查 我并没有多想什么 最多就是想想 我也不是癌症 也不是快死了 就算失败了 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 气氛还是很紧张 我的一位修行 很好的老佛友 68岁的老妈妈 陪我上的手术台 这一次只给我做了局部麻醉 老妈妈一直抓住我的手 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进行快十分钟的时候 我听到其中一个医生叹气 大概是没办法了 又换了一个医生 不到一分 我听到他们兴奋的惊呼 我就知道我成功了 那一刻这个结果 庞佛是应该有的 又庞佛是很艰难才得到的 我的老佛友 老妈妈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 我也有点身在梦中的感觉 当我转移到病床上的时候 每一位医生都来到我跟前 嘖嘖称奇 他们不再嘲笑大理的医生 承认那个药还是起了作用的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 诸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冥冥中遇到徐大夫 母亲停了吃了几十年的西药 她的病耗了50% 糖尿病和高血压 全部恢复正常 母亲并发愿终生吃素 饿死不吃一口众生肉 第一是对佛菩萨坚定的信心 第二是与大理徐大夫的姻缘忌讳 第三是我每天四点半起床 勤奋地做功课 日日送持地藏经 得到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 写在最后 我在家照顾瘫痪父亲 是无巨细 从早上父亲起床 给他穿衣服洗脸 为他吃药 处理大小便 冲洗厕所 一日三餐都送到手上 有时候也会为他吃饭 晚上照顾他睡觉等等 我父亲一百五六十斤 我只有九十多斤 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大小女 因为父亲太胖 我照顾他每天非常吃力 经常也会发脾气 这种脾气不是我不愿意 照顾他怕吃苦 而是我没有立即拖动他 每次发完脾气都会忏悔 感到自己罪孽深重 求生净土基础条件 就是敬业三福 第一福就是效养父母 奉食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素世以来习气深重 今生有幸的人生又听闻佛法 对佛法产生很大信心 并发愿求生净土 我已得侠满人参 感恩诸佛菩萨加持 我一定时刻警醒自己 从2016年2月某一天开始到今天 我没有停止过一天送地藏经 2016还能吃鸡蛋肉鞭菜 2017大年30那一天开始 蛋类和肉鞭菜吃了就吐 每天磕大头最少300 从今年元旦开始 每天早晚开始 加送求生净土的佛经 佛朔阿弥陀经 除此之外就是念佛 每天抄写一个小时的经书 每天上香礼佛供灯供水 从未停止过 今年开始加大放生 对物质生活追求越来越少 有钱都想拿去放生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擦脸用百雀灵十几块的那种 用香皂洗脸 钱对于我的意义就是 除了维持温饱就只想放生 注印经书 从几年前还沉迷于吃喝玩乐的一位 怎么形容自己呢 找不到词汇 抽烟 喝酒 磕药 纹身等等 所幸 一直以来心地还是纯善 大概细枝末节处处怜悯同情 帮助别人的一些举动 被佛菩萨看在眼里 觉得我被拯救的时间机缘成熟了 我也就得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加持吧 还有很多我的奇缘 这里就不一一说了 感恩耐心看完的诸位师兄 此之敬礼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南摩大慈大愿大力地藏王菩萨 2017年7月11日 作者 再见泡沫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